有名岩寿大师买物放生 在顺桥的时候 有一位渔航县专责管理库营 也就是公款的库吏 名叫岩寿 因为犯了坚守制造 夺用公款的罪名 依法阴除死刑 在一个日证当中的正午时分 我们搭起了一个死刑台 能备举行复材库吏严寿的仪式 查浙江渔航县库吏严寿 于任职期间未经上级指示准许 暂自动用库营挪用公款 致使国库空虚无钱可用 使已构成欺君换上冒毒官职的重罪 罪无可赦 理当论斩 其族人一律发配边疆 永世不得还击 今日得以伏法斩首 以警效尤 拼此 就在当年 适逢旱灾饥荒 街上到处都是奄奄一袭的老百姓与失害 甚至有人上教 真是爱红遍野 惨不忍睹 哎 这该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咦 走了 不管那么多了 来人哪 快快将库房里所有的银子 通通搬出来 全部发放给百姓赠栽 启禀大人 没有上面的命令 我们擅自发放 追究起来 可是要杀头的 这不干你们的事 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大家不要急 每个人 可领到三两 大人的恩德 草民全家刻骨迷迹 永智难忘 请受草民一败 这位兄台快快请起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只是散尽我的职责 只要大家都能互相扶持 平安度过灾难 我也就没有遗憾 都死到临头了 还笑得出来 行行 就要比我玩玩马骨的大刀 也就要让你死的冬快 嘿嘿嘿 刀下留人 哇 好痛 鱼航献库立 严寿皆知 大王有令 应接祸 无数百姓 对鱼航献库立 严寿喊冤成情 特派钦差大人 重整此案 发现严寿所盗用的库钱 全在救济灾民 自己恩文未取 因灾光疾破 严寿当机立断 冒着沙头的危险 拯救无数百姓 于千军一把 水深火热之中 其高贵的情操 与果断的勇气 实乃参生之福 与全民典范 瓦人在此 特赦严寿 免除死刑 恢复官职 听此 话说 严寿经历劫难之后 看破仕途 从此出家为真 勤修禅令 礼佛拜灿 世人尊称其为 永明大师 永明大师 最后终于原题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诶 不是说永明大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怎么在地府 也有他的树像呢 拍赛啦 永明大师 是我的偶像 特别订做了一尊法像 供在殿中 早晚礼拜 哈哈哈哈哈哈 发菩提心的人 看到各种被置于锅中 烹煮煎熬 以供人饮食的众生 应当发愿 希望我早成佛道 只十方一切的众生 色身 安乐而不受各种痛苦 永远不食众生肉 直至成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